美国政府司法部周三宣布 起诉五名中国政府的代表人物 指他们在美国监视 轻扰中国政治异议人士 司法部表示 这五名被告涉嫌参与中国政府全球性的跨国镇压计划 中国政府的秘密警察在美国各地威胁法治 及自由的程度令人发指 谨声骚扰抹黑监控等行为 都已侵犯美国民众的言论自由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 不会就中国在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的立场发表评论 但是美方已向中国明确转达了这方面下的信息 普莱斯在美日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国代表团在意大利首都罗马 与中国外交官们进行的会谈中 对因在乌克兰发起的战争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造成的损失 被北京政府弥补的可能性感到关切 并向中国明确转达了在如此的情况下 将使中国付出严重代价的信息 普莱斯表示 与高层中国代表团举行会谋的原因是保持联络渠道的通畅 在周三首次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争犯后 总统拜登周四继续对前者进行指责 称其是杀戒腾腾的独裁者和纯粹的暴徒 普京的暴行以及他和他的军队在乌克兰所做的一切都是不人道的 拜登说 美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17日在华沙与波兰国防部长布拉查克会务后宣布 英国将在波兰部署英方最新的中程弹脑防御系统 偏见防空系统 四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海警船进入东海有争议的尖阁诸岛附近的日本领海 由于日本海上保安厅发出离开该地区的警告 中国的船只离开了该地区 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17日在利沃夫会见了到访的土耳其外长乔乌士欧卢 讨论乌俄战争最新进展 乌克兰外长在会前向媒体发表声明 对土耳其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没意 会后乔乌士欧卢参观了位于乌克兰利沃夫的克林米亚达旦协调中心 美国非洲部队自令史蒂文·汤森将军表示 中国在非洲大陆大西洋岸建立基地不利于美国的安全 他强调应该阻止北京的企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